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服役 虽然日本一直将这两艘军舰称之为直升机驱逐舰 但实际上无论从敦位还是整体设计来看 外界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准航母 如果这两艘军舰相继服役 那么日本将同时拥有两个准航母编队 此外在近期传出的消息当中 我们还发现了十分蹊跷的一个时间点 那就是8月 两年前在2013年8月6号 日本选择在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的纪念日上 举行出云号的下水仪式 两年之后 日本将出云级准航母2号舰的下水时间 再次定为8月 那么日本是否会再次选择8月6号 这个特殊的日子呢 未来拥有两个准航母编队的日本 海上力量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015年3月 国际众多媒体都将目光瞄准了日本最新建造的 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二号舰 R4DDH 据有关报道显示 该舰已经完成了舰体大部分的建造工程 目前只差一部分上层甲板还未安装 按计划 R4DDH将于今年年内下水 并在2016年服役 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是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建造的最大型水面作战军舰 虽然日本方面将其称为驱逐舰 但实际上 该型舰首舰初云号 满载排水量高达27000吨 这已经超过了很多国家的轻型航母 初云级可以说是日本上一代直升机驱逐舰 日向级的放大改良版 但仍沿用全通式飞行甲板 右舰舰导等类似航空母舰的布局 全舰长248米 比日向级长51米 飞行甲板宽38米 在日向级的基础上增加了5米 总体来看 与上一代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相比 初云级在体型上增加了近一半 从观近年来 日本海上力量的发展情况来看 从14000吨的大域级两栖运输舰 到19000吨的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 载到满载排水量 已经达到27000吨的初云号 日本军舰正在不断朝大型化发展 结合网络上曝光的初云级2号舰 R4DDH的建造照片来看 有分析认为 R4DDH的吨位 可能比首舰初云号还要大 但目前曝光的资料显示 R4DDH仍然配有5个直升机起降点 据推测 其至少有能力搭载15架万千直升机 除此之外 日本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发展速度 也在明显加快 改型舰的首舰初云号 在2013年8月下水 计划在2015年春天服役 而2号舰计划在今年年内下水 如果没有出现大的问题 明年便可以服役 我们看到有消息说 日本的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将在今年下水 明年服役 应该说这比1号舰的速度快很多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速度当中 我们能看出来什么 看出日本在发展自己军事力量方面 应该说它是比较着急的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造船大国 它造舰的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像初云级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准航母 那么它的这个能力 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那么对于日本这样的一个 二战的战败国 在发展军事装备方面 受到很多限制的国家来讲 我个人理解 这也是它突破各种限制 能做到的一个极限了 那么可以体现出它一个心理 所以我们看到像初云级的1号舰 那么2013年那么下水 那么紧急着这个2号舰 研制的这种速度 也非常非常的快 那么这一点应该说 日本也是拼了 但是看得出来 它背后的这个野心 其实也是比较明确 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 其实初云级就相当于一个准航母 那么作为这么大的一个军舰 从它的服役 到最终形成上战斗力 这个距离究竟有多远 一般军队它是有一个标准 就是有一个初始战斗力 和一个真正形成的战斗力 所谓初始战斗力 就是说你这艘军舰建造出来 我能拿达到它基本的标准 比如说我的航速 我当远航的时候 我按这个航速 比如说二十节的航速 我能够航行一万海里 这是我的自持力 我能够达到 那么我有了这个能力 我起码运送兵力 我就可以了 我远程投送兵力的时候 无论是战车 无论是直升机 还是冰源 我都可以达到 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 使用的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在相当的风浪 比如说五级海矿 就是浪比较大的情况下 那么我的直升机仍然能够起降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可以作为一个水面舰艇编队的指挥舰 因为它上面搭载了大量的通讯设施 如果有指挥班子上到它的舰上之后 我就可以作为水面舰艇编队的指挥舰 比如说它还可以跟其他的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 水下的潜艇进行配合 就形成了一个海上的编队 这样的话 它可以作为一个指挥舰 来在海上进行使用 那么这基本上就具备了一个初始作战的能力 就是说我到原海去 没关系 我有这么长的自持力 再有一个我登岛作战的时候 我能在一定的风浪情况下 我能够向岛上投送兵力 和武器装备 当我作为舰艇编队的指挥的时候 我的通讯能力足够与地面 空中和水下的这些兵力 达到这些通讯 那么下一步 我如果对它进行改装的话 我可能就能起降这种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的飞机 那么这种固定的飞机 就可以在海上争夺一定的制空权和制海权 那么我这个编队就形成了 在海上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能力 这是它下一步的我们讲是真正的作战能力 所以这个过程一般的说在16年 它就可以形成初始的作战能力 就是经过一年的培训 那么如果它要是购买了F35的飞机 那么再培训出这样的飞机员支持 在2018年它就可以达到这种权威的或者提升的这种作战能力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日本的一个非常急切的心态 他们希望以两艘初音机为核心 那么建立起准航母编队 而就在前不久我们也看到 初音机的首舰初云号也是频频亮相 据外国媒体报道 2014年10月2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初云号 在横须鹤外海进行了首次试航 当天初云号在完成西装工作之后 在两艘脱船的警戒下进行了此次航行 这艘日本二战之后最大型的军舰 从此开设了一系列密集的海事活动 有报道称 仅仅两个月之后 截至到2014年11月 初云号已经完成了五次海上测试 到了2014年12月 网络上再次曝光了初云号的海事照片 据报道 此次海事过程中 初云号还遇到了一艘在同一海域航行的 美国阿里伯克级宙斯顿驱逐舰 日本初云号航母开始密集海事 表明海上自卫队的升级换代计划进展顺利 随着未来两艘初云级直升级驱逐舰 于2015年和2016年陆续服役 日本海上自卫队将会拥有两个 接近轻型航母编队的作战力量 和两个直升级航编队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和战败国之一 日本受到了一系列军事上的处罚 不能建造类似航空母舰这样的大型水面军舰 但初云号由于其庞大的体型 可接近于航母设计 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了全世界普遍的关注 而日本官方种种离奇的举动 也让这艘军舰更加引人关注 2013年8月6日 日本初云号直升级驱逐舰正式下水 而这一天正是日本在二战中 遭受美军原子弹攻击的纪念日 此举一度被媒体誉为别有用心的小 无独有偶 按照日本自卫队的计划 初云集的二号舰 二次地点一致 也将在今年8月份下水 但日本自卫队是否会再一次选择8月6日 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们看到在2013年8月6号的时候 应该说初云集的首舰初云号是下水了 那么在当年的这一天 应该是日本遭受了原子弹的袭击 而我们看到在今年可以说 初云集的二号舰也选择在8月进行下水 那您觉得选择同样是8月6号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选择同样是8月6号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因为对于原子弹 就是轰炸日本两座城市的这一天来讲的话 日本一直是把这个日子当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离不开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那么就日本是一个战争的那种发动国 如果不是你发动契略战争的话 那么美国的原子弹不会扔在你日本那种城市上 但是对于这一点 日本在国内显然解释的不多 某种程度来讲 对于日本民众这种教育 它是不全面的 而现在看 日本很有可能还会利用这个日子做文章 因为你看2013年的时候 8月6号初音级的第一号舰下水的时候 这个日子显然不是没有用心的 对吧 它是有一个精妙的设计 因此对于日本来讲 它是认为二战真正使自己放弃抵抗意志的日子 就是美国使用原子弹的这个时候 在这之前 虽然说战场上这种败事已现 但是日本还在富裕顽抗 但是最终看到是原子弹逃过来之后 它知道自己没有办法再抵抗了 如果再抵抗 就意味着本土将会遭受更加惨烈的这种轰炸 那么最终是放弃了抵抗 那么选择了脱行 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 真的是在今年的8月6号 它的二号舰下水的话 那么是个2013年应该说正好两年的时间 那比起一号舰来讲 二号舰会有哪些提升吗 二号舰应该是一号舰的延续 那么在总的这个装备的 就是无论是排水量啊 还有武器装备的性能啊 以及使用上的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因为我们看啊 它的这个排水量已经达到了24000吨 而且它的这个停机的这个点 直升机的起降点呢 也比原来的日向增加了一个 那么它搭载的直升机可以多 兵源可以多 再有一个就是经过改装之后 它可以起降这种短距起飞 垂直降落的固定翼飞机 就有了争夺制空权的能力 所以如果日本把它这样两艘 就是直升机航母装备给海上自卫队以后 无论执行远海的这种兵力投送任务 还是这种海上争夺局部制空权 继而争夺制海权的能力 所以日本的这个海上的编队的这种能力 都会有大大的提升 如果用这样的舰艇 这个去参加登岛作战 或者是登陆作战的话呢 它的这个直升机的起降点很多 不但可以起降这种一般的直升机 甚至于是这个鱼鹰的这种偏转翼飞机 那么它投送兵力的数量 投送这个装备的重量 还有它的这种综合的作战能力 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当作指挥舰啊 随便的指挥舰来使用的 所以对日本远海的作战能力和进攻作战能力 以及对岛作战能力都会有大大的提升和加强 所以说这个二号舰尽管说在技术方面 可能不会对一号舰来说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也看到其实呢对于日本的远海作战 还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而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看到最近有消息说呢 日本未来很有可能把这两个准航母编队 变成真正的航母编队 接下来呢我们去了解一下 虽然据目前的资料来看 日本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主要的职能是搭载直升机 但长期以来各界舆论普遍认为 该级军舰未来可能会搭载 美国F-35B垂直起降战斗机 虽然垂直起降将耗费战机大量的燃油 使F-35B的作战半径和载弹量大的折扣 但这样的配置至少让日本 拥有了在海上起降固定域战斗机的能力 而所谓的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也将变相地成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航母 然而虽然初云级驱逐舰 与F-35B的搭配看似可行 但在具体实施上却依然存在很多问题 有媒体分析 初云级驱逐舰的机库宽度只有20米 而F-35B的翼展在11米左右 也就是说初云号的机库 无法并排放置两架F-35B 这将大大影响初云号搭载F-35B的数量 同时也很难达到搭载战机的合理配置 此外初云级驱逐舰搭载F-35B 还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 2014年6月12日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海军发现 它尚未解决新型F-35B垂直起降战机的排气高温问题 也就是说 F-35B在垂直起降时 会向正下方产生高温气候 足以融化甲板下面的钢板 导致甲板下层结构变形 美国海军还发现 对于不同设计指标的直升机母舰来说 排气高温问题 对其甲板的影响大小也不一样 而日本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如果搭载F-35B 也必将面临同样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到舰载机的话 可以说初云号如果要搭载F-35B的话 应该说还会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说甲板耐高温的问题 那么您在您看来 未来在初云号上真的会搭载F-35B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而且日本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因为我们看初云号设计上来讲 日本是把它称为直升机驱逐舰 但是无论从吨位 还是说船上那种装备来讲 其实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可以把它称为直升机航母 而现在看日本恐怕连这一点 它都不满足 那么尽管称它是直升机驱逐舰 但是有可能它会在航母那个地方 它往前载走 现在看初云号本身 它已经具备了相当强的作战那种能力 而从我们说F-35 如果真的对初云级的航母进行改造的话 让它能够起降F-35的话 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不管是技术上的这种储备的能力 还是说舰船的改造能力等等 都不是问题 那么最终实际上看 就是周围的这种国际环境 尤其是美国 能不能够允许它这么做 如果说一切条件具备的话 那么日本它就可以这么做 因此我们看到 日本在这方面的某种程度上来讲 它已经是做好相应的准备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加本耐高温的能力 这个东西对于日本来讲 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么如果说它对加本进行改造 甚至说把它改造成一个 能够就是起降F-35 这战机的这样的一个甲板的话 我觉得日本现在肯定有 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储备 关键是找一个时机 那么如果进一步说 初云号真的搭载F-35B的话 那它和传统的航母 还有什么区别吗 实际上就是个数量的区别了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国家的航母 就是搭载的这个舰载机 数量并不多 比如说印度的 从英国买的这个航母 包括从俄罗斯买的这个 维克拉玛迪亚号 那么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并不多 包括这个英国前段时间刚淘汰的 就是这种无敌级的轻型航母 也就是十几架的这种固定型的舰载机 如果日本在这个初云级的这个准航母上搭载F-35B的话 它只是搭载的数量上比这个其他国家的少一些 但是我们看到日本并不满足于就是做到日向号就做到头了 因为我们看到它实际上是在这个大雨级的这种船务运输件基础上 再发展这个日向级 然后这个已经达到了18000吨的排水量了 我再发展这个初云级24000吨 那么我有了这样的很好的基础之后 我如果发展真正的航母 这个在技术上和能力上都不成问题 那么我可以拿这个现在的初云级当做一个平台 我先起降直升机偏转移飞机 如果我需要的话 我对它进行改进 我试降这个F-35B这样的短距起飞的固定翼飞机 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 我再到搭建的话 我就完全具备航母的条件了 所以我拿这个现在的初云级的准航母 完全可以当做航母使用 只是我碍于和平宪法的限制 和其他国家的这种舆论上的监督 所以我现在不做 只是我在一步一步的往前拱 也就是所谓的小步快走 所以说如果搭载了F-35B的话 毫不夸张的说 日本是拥有了两个轻型的航母编队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初云级 其实在日本也拥有两个准航母 那就是日上级的直升机驱逐舰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做一个了解 据日本媒体报道 2015年3月17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 缓缓驶入位于日本海沿岸的海上自卫队武克基地 替换即将退役的白根号直升机驱逐舰 而这一次看似普通的岗位替换 似乎代表着日本海上力量的一次重大变革 准航母替换驱逐舰 日本海上自卫队是否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每次更新的时候升级的速度 规格也比别人要高 美军飞机登上日本军舰 未来两艘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战斗力究竟如何 它的这种制空的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日本全新准航母即将下水 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2号舰到底是何模样 2号舰应该是1号舰的延续 今年下水明年服役 日本准航母发展速度显著提高 究竟代表着什么 我觉得选择同样是8月6号的可能性 非常的大 日向号驶入日本武鹤基地 一次看似普通的岗位调换 是否代表着日本海上力量的重大变化 其实两艘舰船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美军鱼鹰登上日本军舰 双航母编队的出现 将给日本海上自卫队带来怎样的变化 如果它形成一个编队 到远海去作战 一点问题都没有 沙场推出 浮出水面的日本双航母正在播出 日本白根号直升机驱逐舰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服役 时至今日也到了退役的时候 然而取代它位置的 并不是与其实力差不多的几千吨的驱逐舰 而是拥有全通式甲板 上万吨排水量的日向号 可以说这是概念完全不同的两款军舰 这样一次特殊的岗位替换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深刻含义呢 2015年3月17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 驶入位于日本海沿岸的武鹤基地 准备正式替换即将退役的白根号直升机驱逐舰 虽然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原本设计的初衷 就是为了替换即将退役的老式直升机驱逐舰 但从白根号与日向号的各项性能对比来看 这一次军舰更换 很可能是日本海上力量发生质变的一个开端 日向号于2006年开工 2009年3月18日正式服役 在初云号服役之前 日向号一直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吨位最大的军舰之一 其满载排水量高达17000度 几乎是白根号的2.5位 而相比于白根号仅能携带三架直升机的载机量 日向号可搭载多达11架直升机 而相比于白根号常规驱逐舰的设计 日向号更是采用了类似航母的全通式飞行甲板 所以无论在军舰吨位 载机数量还是技术水平来看 日向号与白根号之间都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 而此次用日向号替换白根号 似乎也代表着日本海上力量即将迎来全面的更新换代 我们说白根号退役之后 替换它的竟然是日向号 可以说这两艘军舰 无论是从外形还是用途上 都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么当时日本进行这样子替换 那么它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实际上日本在武器装备替换这个问题上 它一直是很有想法的 我们对比一下日本和其他的国家 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舰船还是其他的武器装备 日本的使用年限都是比较短的 也就是说在日本 那么一些退役的这种装备 并不是说它到了一个必须退休的年龄才退休 相反它是有它这个想法 你比如说日本退役的这些舰船 一般是两个方向 一个就是留下来了 就是我不入列了 另外有的就是直接卖给 或者送给其他的这些国家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装备 其实还是至少是半新的这种情况 那么送给或者说低价卖给其他的国家 这些国家都是很高兴的 尤其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 因为你看日本这些年就是这么去做 那么在日本装备更新换代的过程中也是一样 贫子快 然后每次更新的时候升级的速度 规格也比别人要高 像这次也是 你刚才也谈到了 其实两艘船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日本就是利用每一次升级换代的机会 使自己的装备越来越先进 然后就是这种快跑 那么尽管国际压力 国际舆论这种压力很大 但是还是想方设法突破 那么当自己的这种军事能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日本认为就是说你这种压力在对我来讲 恐怕起的作用就没那么大了 这一点上来讲 就是日本在我们说这种军事装备的更基换代来讲 和他正残人物这种右翼的倾向 做法是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日本政坛的人物也是一样 往往是捅了一个大雷 那么做了一件非常让国际社会愤怒的这种事情 然后用这种不痛不痒的所谓的这种 我们说解释也好来代其道歉 相反的就是说往前迈了一大步 那么适当的回推一点 但至少他往前走了一步 那么这是右翼化的倾向 而在武器装备发展方面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做法 那么拼命的往前跑 尽可能的使自己具备一个将来自卫等 能够转成国民军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么曹老师 日向级现在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当中 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日向级因为已经服役了 所以他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是指挥舰 所谓指挥舰就是说当航母编队 或者是说水面舰艇编队出去的时候 他作为旗舰 因为旗舰有什么好处呢 他的这个冗余 就是搭载的这个指挥班子的这些舱属 他都预留出来了 人员比如需要住宿的时候 这些舱属都预留好的 所以他可以担任一个指挥舰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他自己的作战功能也很强 因为他这个平台毕竟是18000吨的一个大舰 他上面直升机的起降点呢 安排了四个 并且有升降机 可以把这个直升机风量大的时候 放在这个底下的舱属里面 那么四个起降点呢 如果按照就是四个起降点同时起降直升机的话 他向这个陆地或者是向岛屿上的这种 就是两栖作战的投送兵力的能力将会非常强的 因为他已经试过了 他主要是使用支路干 支路干呢 是属于是比较大型的这种直升机 他投送的兵源多 搭载的这种设备的重量重 还有一个呢就是阿帕奇阿帕奇是武装这个直升机 阿帕奇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低空的这种打击地面的装甲目标 或者是移动的这个装甲目标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两种直升机呢都是他主要的装备 所以他这种装备可以看出 他将加强对陆的攻击和对岛的这种攻击 包括这个远程兵力的投送能力 他都是具备的 所以说应该说在处云级 还没有形成战斗力之前 那么日向号应该是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当中 担当重要的角色 这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所以在近些年当中 我们都看到在很多的重大实验当中 也都看到了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的身影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 2013年6月14日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与美国海军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联合军演 在此次演习中 日本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出现在了演习现场 不仅如此 美军新型运输机MV-22余英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日向号驱逐舰首次进行了起降训练 对此 美国军方发表公开声明称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降落 据悉 此次渔鹰在日向号上进行起降训练 原本就是此次演习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当天的训练中 共有三架MV-22余英运输机 协同日向号呼尾舰从美军圣迪亚哥军港出发 其中一架进行了起降训练 并演练通过升降梯进入机库 而在此之前 从年5月20日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多艘先进战舰 驶入美国夏威夷海军军港 该舰队随后前往圣地亚哥 参加代号为黎明突击的多边军事演习 日本派出的舰队 包括大域级运输舰下等号 DDG-177爱荡号宙斯顿驱逐舰等主力军舰 DDH-181日向号直升机驱逐舰 也出现在其中 据悉 日向号已经多次与美军进行过联合演习 美军多架包括阿帕奇 支弩干在内的先进直升机 都在日向号上完成过启将训练 近年来 在美日联合军演当中 我们频频地看到日向级驱逐舰的身影 那么从和美军的互动当中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 我觉得这里可能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就是配合 另外一个就是说熟悉学习 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如果能够把美国老大哥拉进来 让美国老大哥明确地说 美日安保条约覆盖什么什么的时候 那么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壮胆的一个行为 因此这里面就是日本派出他先进的舰艇 和美军一起进行演习的时候 确实存在一个配合的一个问题 因为不同国家 他这种指挥体液 联络体系 通讯体系等等 都是有不同的 那么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配合 在未来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么美日才能够更好的协作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 日本也在看出来 就是美国毕竟它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 日本实际上也是利用 就是美国一个亲密盟友的身份 在这里面在学习 在观摩 也就是说未来自己的发展装备 包括一些指挥体系等等很多方面 那么也是从美国这里那么借鉴 那么一旦某一天 自己真的赠脱了所有的锁链 包括美国控制自己的这种锁链以后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日本在这些年 那么已经悄悄的学习了什么 所以我们说在美日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日向好可以说也试图搭载一些美日的飞机 比如说鱼鹰轻转选移机 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F35B之外 在您看来初云级未来还会搭载什么样的战机 因为初云级它的这个加版的平台 要比日向级又有了一个提升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排水量也有了比较大的提升 那么作为日本呢 它现在是要增加自己的这个远海的作战能力 增加自己的这种综合的打击能力 所以我觉得它会把这个不断的把自己就是构进的这些武器装备 包括就是最新型的这种战机呢 加载在就是自己拥有的这个海军的平台上 首先我们说呀 这个鱼鹰飞机它是会搭载上来的 因为鱼鹰飞机偏转翼啊 它比通常的这个直升机的速度要快得多 因为直升机的速度也就是每小时200多公里 它可以达到五六百公里 所以速度要快出一倍多 而且它飞行的距离要比你直升机的作战半径 一般的就二三百公里 它起码可以达到五六百公里 而且飞行高度也很高 搭载东西很多 所以鱼鹰上舰之后 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选择 会对它的这种远程投送啊 做综合的作战能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再有一个就是如果F35B在这个初云级登舰之后呢 它就又有更大的提升 因为它就可以去争夺制空权 有了制空权 它就可以在海上用自己的这个海上编队争夺制海权 那么这就相当于航母的作用了 只是说初云级因为它的这个吨位 不像其他的航母那么大 所以它搭载的舰载机的数量有限 这个制约了它的作战能力 但毕竟它是准备造两艘 那么我用两艘 那就可以多搭载一些这个舰载机 所以它的这种制空的能力将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我们说相比于日向级 应该说初云级未来如果形成战斗力的话 应该说是更加不可小觑 那么这两款准航母 它究竟在定位方面有什么不同 接下来呢 我们来比较一下 由于采用了相似的设计 所以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 与日向级在外形上非常相似 但实际上 两者在设计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区别 而在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中 也暗藏着惊人的玄机 机微调整带来巨大改变 日本未来准航母的战斗力 是否将进一步增强 把这个甲板那么改造成一个华越式的甲板 先进军舰 王牌潜艇 日本未来双航母编队的阵容究竟如何 可能是更大的这种舰艇 那么我日本就真正拥有了航母 更多精彩 稍后继续 日本全新准航母即将下水 初云级直升机驱逐舰二号舰 到底是何模样 二号舰应该是一号舰的延续 今年下水 明年服役 日本准航母发展速度显著提高 究竟代表着什么 我觉得选择同样是八月六号的 可能性非常地大 日向号驶入日本武鹤基地 一次看似普通的岗位调换 是否代表着日本海上力量的重大变化 其实这个两艘舰船 那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美军鱼鹰登上日本军舰 双航母编队的出现 将给日本海上自卫队带来怎样的变化 如果它形成一个编队 到原海去做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沙场推出 浮出水面的日本双航母正在播出 日本的初云级和日向级两款准航母 从外观上看非常的相似 表面上来看最大的区别就是体型 然而实际上这两款准航母 却有着很多看似平常 但实际上非同寻常的差异 哪怕是一个舰炮的位置 升降梯的排布都是大有玄机 那么从日向级到初云级 日本的准航母身上 究竟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与日向级相比 初云级的升降机布置经过变更 前部升降机仍位于上层结构前端左侧 面积则至少与日向级上较大的后部升降机相当 而初云级的后部升降机则一致舰导后方右前 面积更大且为舰外形式 足以满足操作更大型舰载机的需求 加上飞行甲板前部左侧 取消了日向级的内销构型 进一步增大了可用面积 由于日本希望初云级的预算 能控制在只比日向级增加11% 但初云级排水量却比日向级增加了40%左右 因此初云级的作战装备经过简化 以降低成本 而相较于日向级 初云级取消了MK41垂直发射系统 与舰载的HOS303 324毫米短云雷发射器 上层结构 设置四个相控阵雷达天线 称为OPS-50对空雷达系统 是FCS-3A的衍生型 只保留原本的主阵列 省略用来导空导弹的X波段照明阵列 以及后端的00式射空系统 主要担负对空搜索 监视以及航空管制 相较于FCS-3改 OPS-50经过进一步改良 最大搜索距离增加到360公里以上 总体而言 初云级本身的正规作战装备 较日向级简化 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载机能力 能够搭载更大型的直升机 轻转悬翼机 甚至是垂直起降战斗机 我们说在日向级的基础上 可以说初云级确实进行了一些调整 比如说它的起降机的位置 或者说在舰手它的武器配备等等 都产生了一些变化 那这些变化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面区别还是很大的 那么从数据上来看 大家都知道一个吨位上是不同 那么日向号是18000吨 等这个初云级就一下子达到了24000吨 另外的就是直升机的起降点上 那么日向是4个 而这个初云是5个 那么也会更多 另外通过甲板这种重新的设计 那么对于初云级来讲 那么它的上面能够承载的飞机会更多 还有一点很关键一点 就是说未来初云级 我们说这个直升机航母上 就轻型航母上 未来能够承载什么样的飞机 它其实是做了很大的一个预留 设计上的一个预留 本身来讲的话 如果说只是起降直升机 其实它威胁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能够起降固定翼的飞机 那么作战飞机 本身已经变了不少 如果说未来 它真的把甲板 那么改造成一个华越式的甲板 能够起降F35B的话 那么它这种作战的能力 包括制空能力 那就是大大加强了 而现在看的初云级在设计的过程中 它已经做了相应的准备 它甲板所有位置的这种设计上 就是为了战斗机这种起降 固定翼战斗机这种起降 那么做出这种方便的预留 而这个方向 未来日本方面肯定会利用上 否则之前它不会做出这么多预留的 可以说这些变化 也能体现出日本在设计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么随着未来初云级会 相继的服役和下水 那么它在职能和定位上 和之前的日向号会有什么区别 其实日向号是为初云号打一个基础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 日本的改造 就是说想建成这种航母 它必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贯穿甲板 我们看其他的护卫舰或驱逐舰 它都不是贯穿甲板 只有后面的直升机构 前面都是封着的 那么从初云号 它要如果建造两万多吨的航母 它一定是一个贯通的甲板 就是把这个舰导放在舰的右旋上 那么如果一下跨这么大的步子 从护卫舰或者驱逐舰 一步跨到直升机航母上 这个外界的反响 或者它自己在建造过程中 这个技术的储备 都可能会发生问题 所以它先建造的 这种大雨级的运输舰 八千多吨 接近万吨 然后我试一下 看看这个贯穿甲板怎么样 接着我通过发展这种运输舰 我就建造了日向 那么日向就是为后面的初云打一个基础 但是它毕竟它要一步一步来 要在初云级上进行相应的试飞 那么初云级很有可能将来就要搭载F35B 而F35B它是一种隐形的战机 虽然我的数量比较少 但是它毕竟是隐形的战机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 周边环境的变化 那么我可能再把初云号 继续当作一个成千启后的平台 我可能会建造未来的这个初云号 可能是更大的这种舰艇 那么我日本就真正拥有了航母 那么我的这种远海的作战能力 就和其他国家的海军一样 善而至于要超过其他国家的海军 那么它的这种威胁力 或者是说打击的能力将会有巨大的提升 所以初云级为核心建立的 两支准航母编队 应该说对于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来讲 非常的重要 并且对它的能力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而反过来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这两艘直升机驱逐舰之外 那么在日本的海上自卫队 还有哪些武器装备 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现状 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现役装备中 除了初云级以及日向级等 上万吨的准航母之外 最受关注的 当属配备美制宙斯顿系统的 金刚级和爱荡级两款主力驱逐舰 爱荡级驱逐舰满载排水量接近一万吨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最为先进的军舰之一 该级军舰吸收了美国海军 伯克级驱逐舰的特点 采用了流行的长手楼高屏甲板 小长宽笔 高盖弦 方位设计 爱荡级和金刚级的舰桥 较美军阿利伯克级多了一层指挥甲板 因此更加高大 SPY-1D多功能相控阵雷达 四个正面的布置也提高一层 有利于扩大SPY-1D雷达的对海搜索范围 爱荡级在上层建筑尾部 设立了一座直升机库 MK-41垂直发射系统 较之前的金刚级增加了六个发射单元 达到96个 爱荡级在设计上 较金刚级更加重视隐身性能 舰体上层建筑外形上 采用了新的流线型隐身设计 显得更加整洁 与金刚级一样 爱荡级水线以上舰体外挑 上层建筑为道威子型 外面采用了新鞋面设计 边角采用了圆弧过渡 这样可避免舰体表面形成垂直面 使地方雷达接收到的回波强度 大为减弱 从而达到隐身的目的 此外 舱龙机潜艇 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王牌装备之一 该机潜艇 可议设为其上一代 清朝级潜艇的 傍大改良版 采用了斯特林 AIP B循环推进系统 与普通常规动力潜艇相比 水下航行的时间 大大延长 舱龙机潜艇 满载排水量 达到了4200吨 不但是日本第一种 采用AIP动力的潜艇 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 乃至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 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我们说在现在的 日本海上自卫队当中 已经有像 舟斯盾舰这样 非常先进的战舰存在 那么随着 刚才我们说到的 初云机双航母编队的 出现之后 将对于日本的 海上自卫队来说 意味着什么 你看 初云号 它是2万多吨的排水量 这样的直升机母舰 如果一旦搭载了 F35这种隐形战机 它就可以起到 一个航母的作用 也就是在海上 争夺制空权的作用 那么我们再看 它周边的舰艇 日本现在有两艘 爱荡级的导弹驱逐舰 还有四艘金刚级的 导弹驱逐舰 这都是具备了 美国就是 所谓宙斯盾系统 就是防空反导能力的 非常先进的 这个驱逐舰 它都是 导弹都是垂直发射的 再有 日本虽然没有核潜艇 但是它的这个 常规动力潜艇 也就是苍龙级的 常规动力潜艇 是世界上最大的 常规动力潜艇 而且它具备了AIP系统 也就是说 它可以在水下 潜伏的时间更长 这个更安静 那么你看 它水下有潜艇 水面有非常先进的 导弹驱逐舰 给它护卫 而且还有这种 大雨级的 两栖的运输舰 如果它形成一个编队 到原海去作战 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一般的国家 都没有它这么先进 或者这么强的军事实力 所以这个 初云号的入役 将给日本的 远海作战能力 特别是海上争夺 制空权和制海权的能力 一个极大的提高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很有可能 初云级应该不是一个句号 那么洪老师 在您看来 未来日本继续 舰到大型军舰的 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因为现在看 就是日本 尽管说 已经有了一个 初云级的这个一号舰 而且今年 这个二号舰就要下水 未来可能这种 大型的舰艇的建造 还会继续下去 因为从日本的角度来看 那么它不会 在这方面 那么限制自己 而从目前的情况下 美国也没有 跟日本打招呼 说你在造舰的方面 停下来 如果说没有 美国给它打招呼的话 恐怕来自国际社会 尤其是周边国家 这些压力 至少在日本眼里看来 它不会太当回事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 日本的这些舰建好了以后 我想日本现在是想方设法 寻求机会 把它送到外面去 而这一点从日本 过去这些年来讲 它应该说是拿进的 比较精准的 像911事件以后 那么美国对阿富汗发动战争 那么日本马上放上美国 我要给你提供这种战争 那种补给 而现在看到类似的那种情况 日本恐怕也会创造条件 让自己这种舰队 能够有一个至少练习的一个机会 而不是说纯粹的这种演习 近年来 日本在不断尝试增强其海上力量 随着未来 两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相继服役 日本军舰 无论在吨位上还是规格上 都将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 日本更应该做的 是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正是这段历史 以免再次走上错误的道路 美国海军最先进反潜机P-8A巡航南海 美军此举究竟有何意图 美日增兵亚太高调宣布 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 亚太到底如何平衡 美军暗中侦查中国核潜艇 表面贬低背后却又处处提防 矛盾言论背后 隐藏何种阴谋 日本打造亚太最先进反潜力量 明修战道暗渡陈仓之下 隐藏何种野心 下期沙场敬请收看 宋宋宋宇宙